來看宜蘭的國土五號 無前只有打卡到當山 有戳車道投賽 所有也會進出 現今與管政府是決定說 國土五號人家 所謂的工程會來做幾個 但是地方是因為說 戳車道可以趕緊先來做處理 要等所謂的 強行要再討好久 我們還在水到檔山 會讓人消透國土五號 所有交流都的車流 中央地方現在有落的方案 向正義跟管府委員會 出席的勝負是國土五號連絡 也有政府一體的考慮 跟出席來立方案 國土五號連接出席 所謂的港町的綜合規劃 經費跟款式的人家協調 但是國土五號連接 所謂的港町還在做款評 你說三年才完工 地方有意見 所謂的車流都很大 國家中所謂的通車後 會再討好 地方令委中央跟管府 影響的結果 按照連接港町的完工期程 根本就維護 那如果要從國道五號 銜接書法改的一個 橋下的一個計畫道路 那到延伸到 測車道到蘇澳的話 我想這施工背景跟整個 我們國道五號銜接蘇澳 改的一個公期 一定會超過十年以上 地方建議應該採取港町 優租服部區 規劃新社會 還在連接港町 和這些港町 環境完成出席度延伸 管政府是說 會立立連接案的幾位 出席度不一定的 採用港町的路線時間 若受其他的路線港町行 萬港的基庭 就有機會提早 要快看國公 叫按照幾位 記者綜合部 都